今日已经是路易被皇上责罚禁足于府的第五日了 自打从路易那儿得知 他是否解禁地看东朝与内阁的十日期限之约 每日到六扇门当差的今夏 又多了一项事情 就是明里暗里的割路试探消息 夏儿 此事为师也无以奉告 你也别私下去打探这些 应当行事稳重一些 以免让人抓了把柄 杨月无奈地看着自己这个徒弟 道理今夏都明白 可终究是耐不过内心的担忧 可是师父 大人都被禁足这么多日了 难道就一直毫无进展吗 不管有没有进展 都不是你这个区区六扇门捕头可以去打探的 此事还要为师再重复说几遍 杨成万历生赤道 爹 今夏也是担心路大人 您若是知道什么的话 杨月的话还未说完 又被杨成万禁止打断 还有你月儿 夏儿他观心则乱 你怎么也跟着瞎胡闹 这东常与内阁之争 朝堂之上且避之不及 你们何故尚赶着凑热闹 总之 此事不许再提 这么多年以来 有卓路易的教导 今夏行事已然谨慎了许多 杨成万已经显少对他这般的言辞力色了 当下不免委屈到师父做什么突然这么凶 莫不是真的有事瞒着我们不成 杨成万顿了顿 叹气到夏儿 你应当知晓 眼下这种情形 尽足于府对路易来说 绝非坏事 他当锦衣卫那么多年 能坐到指挥室的位置 你就要相信他能处理好这一切 从杨成万那边出来后 有些心事重重的惊吓 手指在桌上悄悄打打 连带着宋学之和柳文这两个有些榆木的徒弟 都察觉到了他的心不在焉 师父 我给您泡了壶茶解解乏 心之茶叶 您品品 惊吓心道 他哪里是会品茶之人 茶布都是茶一盏 只要不是太刺的 能入口解渴 于他而言并无不同 当下也不好服了人家的心意 贴了他一眼 谢谢 我这儿没什么事 你们去忙自己的吧 可是杨补头杨月的道来打断了宋学之的话 你们去忙吧 我找你们师父有点事 找我合适 惊下抬眸看向杨月 来看看你是不是在胡思乱想呗 杨月打去了一句 随即道下也 爹说得对 朝堂上的那些人都不是我们能惹的 眼下这段时日 你还是安分一些 对陆大人才是最有利的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你怎么也跟师父一样的裸里巴缩 我心里有数的 内心本就烦闷的惊吓 有些不耐地摆了摆手 一个两个就知道说叫他 看来他的这份担心 也只能从路易身上寻找答案了 夫人回来了 随着门口守卫的问好 在前院玩耍的陆恒和陆生 应声朝着惊吓而来 娘亲 娘亲 恒儿和生儿这是在踢剑子呢 娘亲蹲下身子接住他们 小孩子冲击力太大 险些三个人摔成一团 对呀 娘亲也玩过吗 那可不 这些对于娘亲来说 都不是事儿 厉害着呢 惊吓一脸自豪地吹嘘着自己 又环顾了一下四周 爹爹呢 惊吓问的是路易人在哪 结果小陆恒以为他是在问路易厉不厉害 一是自豪地回答到爹爹也很厉害 这就是他给恒儿和弟弟准备的 呃 对对对 爹爹自然也很厉害的 那爹爹现在人在哪 臣服叔叔过来了 爹爹和他在书房 乖巧的路恒如实回答 拉着惊吓要踢剑子 大有要比是一番的意思 既然娘亲如此厉害 可否与恒儿一起玩玩 弟弟你帮忙数数 惊吓性子活泼 爱闹又爱笑 平日里在两个儿子面前 也没有少闹笑话 更是乐得同他们玩到一起去 此刻听儿子这么一说 当下也犹如应战一般 看来恒儿思想与娘亲比试一番了 输了的人 可不许哭鼻子哦 恒儿才不会哭鼻子呢 娘亲不许耍赖才是 好 成教 那赢得人有什么奖励 奖励等结束再说不迟 快点开始吧 若不然 爹爹都该过来了 陆恒催促道 以他的经验之谈 但凡是有自家爹爹的参与 不管是耍赖或是防水 总之最后 赢得那个人一定会是自家娘亲 那不行 奖励必须先说好 这样才有动力的 线下天气这么热 若不然就一杯冰镇算没治好不好 一杯怎么够 路易的声音有远极近 大人惊吓眉眼弯弯地看着路易 我跟恒儿比踢剑子呢 赢的人可以有奖励 是吗 冰镇算没之 路易是现扫了扫路恒 爹爹 我突然想起还有一点功课没有做完 我和弟弟先去完成了 开玩笑 有了爹爹这个宠妻狂魔在 陆恒自始知晓自己哪里会有赢得机会 此时不撤更待何时